初诗集三章一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树吗 在此 蛇代表人所认为可靠的器官感官 田间的活物 代表外在的情绪 和前面一样 女人 表人的自我 蛇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树吗 表示人 开始怀疑 当前论述的呢 是上古教会的第三代 他们开始怀疑先前的启示 这个第三代的意思呢 我觉得肯定不是相当于人的一代一代那样的意思 整个应该是上古教会的第三个时期吧 可能是这个样的意思 可能就是刚好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意思 应该是第三个时期 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怀疑先前的启示 除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否则的话他们都开始怀疑到底真不真 到底存在不存在等等 本节和下一节描述的是他们的第一个阶段 上古之人不是将人的情绪思想比作牲畜鸟类而已 而是直接以此相称相称 这就是他们惯常的言说方式 延续到洪水后的古教会 甚至旧约时代的先知 人的感官 他们称之为蛇 因为感官贴近肉体 正如蛇贴近地面 以感官印象推导信的奥秘 因而被他们称为蛇的毒气 推导者 推导者 嘴里有灰蛇的毒气 也是指那些以理论误导人的 这个感官印象推导信的奥秘 我相信大家如果在这个信仰的这个群里面 这个社会里面 你带着时间长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 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我 我经常原来在一些教会里面 参加崇拜的时候 我经常听人们讲见证 有一个人讲见证 讲他和别人 他是一个搞 快进 搞这个经济法的 也算是一个律师吧 他和别人发生了纠纷 这个就祷告 最后 本来 本来他可能是做错的事 这个做见证的人 有的地方可能是做的不对 他可能在法律上会有 将来会要吃亏的 或者出于很被动的地位 结果呢 因为祷告了 结果主就怜悯他 到了上法庭的那一天呢 刚好对面的那对方 和他作对的那一方呢 没来 好了 他就占了法律上的便宜 结果就被判了 反正就 最起码他不吃亏了 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 那个 有一个人要做生意 这都是我听到的啊 直接看到这个人 自己在做见证 要做生意 也一直在祷告 神看能不能引导他 指引他 让他去找到一个好的生意 买到一个好的一个物业 注意有一天他有一个物业 看着不错 但是他决定不了到底该不该买 买了以后会不会将来要赔啊 有一天早上他开着车上路的时候 忽然前面有个双彩虹 他一看哎呀 就觉得上帝在指示他 告诉他这个物也可以买 这个将来他一定会成功的 好 就买了 最后所有的钱都赔到里面去了 这种 我觉得这样的例子可以 也可以说就是那种以感官印象 推到信 信仰或者信心的奥秘的人 这个首先呢 最核心的错误在哪里 我觉得就是他们 就是爱世界爱自己 根本把这信仰和你自己 那个世界上的那个 那种 对物质的对利益的追求 把信仰混到一起 这个你所追求的 你所祷告的 根本和信仰不能说没有 彻底没有关系 这问题是你的核心在 在你物欲和我欲词上面 你根本没有说是想着 把主放到最前面 或者是爱主 爱灵人作为核心 所以这样的东西 显然是很荒谬很荒唐 可是这种情况呢 在整个信仰界 太普遍了 比比皆是 再如 恶人伊里姆福便走错路 说谎话 他们的毒气 好像蛇的毒气 他们好像塞尔的 龙回 不听行法术的声音 虽用吉林的咒语 也是不听 这是诗篇 五十八章 三到六节 在此 基于感官的推理 被称为蛇的毒气 使人不听智者之言 古人因此有一句谚语 叫毒蛇塞尔 再如 景况好像人 躲避狮子又遇见熊 或是进房屋 以手靠墙就被蛇咬 一和华的日子 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 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 这是阿摩斯书五章 十九到二十节 以手靠墙 表示自己的能力 此处描述的是 因信赖感官 而导致的盲目 再如 其中的声音 好像蛇形一样 敌人 要成对而来 如 砍伐树木的手 拿斧子攻击他 一和华说 埃及的树林 虽然不能寻查 敌人却要砍伐 因他们多于蝗虫 不可胜数 埃及的女子 必然蒙羞 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 耶利米书四十六章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这个地方呢 埃及表示 以感官和知识 推导神的奥秘 这个 我相信 这也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都是我们人们毕竟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 就在这个 这个时间的框架下 在这个空间的框架下 空间的约束缚下 推导神的奥秘 对灵界 我们经常 我在网上经常看到 那个那些照 有些那个我不知道 国内可能这个YouTube带也会封着的 那个YouTube这个 这个系统上经常会看到 有没有照 摄像机射到了 什么射到了鬼魂啦 射到了这个灵界的什么东西了 原来开始的时候 好多年以前我看到的时候 我还觉得挺新奇的 哎呀这东西好像 现在能照到 还有点相信 或者觉得好像有点 也可能是真是照到了 读了瑞公的书以后 我猜 好然大悟 你想想 你用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些技术手段 你想要 要探测到 记录到灵界的一些活动 一些现象 本身这就是荒唐的 真是非常荒唐 而且呢 所谓的那些东西啊 绝大部分 或者是百分之百的 都是人在那里 搞的那些东西 首先你根据这 瑞公的这些知识 给我们点出来的这些 这些可以说是智慧吧 你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你从物质界的手段 物质界的技术 你想要 记录下来 探测到 这个灵界的东西 本身这就是很荒唐的事情 而且现在很多人 经常说起来不信 不信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让我看见 你能不能记下来 你能不能让我看看 神是啥样子 直接就要用了物质界的这种 这种思维方式 来去 来理解 或者来解释 那根本是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人们呢 跳不出这个圈 他只能以 物质界的这种思维方式 在空间和时间的范围里面 思考问题 这种推理被称为蛇的声音 由此导致的盲目被称为北方人 再如 他比吸引灰蛇的毒气 腹蛇的舌头也比杀他 流乃欲蜜之河 他不得再见 约伯记二十章十六到十七节 流乃欲蜜之河指属灵属天之物 推理者不得看见 你就要用这个属实的 这个思维方式 要想靠推理 你不可能看得见 也不可能推得出来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谁啊 斯蒂芬 霍金 霍金大家知道 都很有名的 非常有名的天体物理学家 他 发现了一些黑洞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理论 他曾经 这个 写的书里面似乎 好像 给人的感觉 他认为 这个宇宙创始啊 好像 他快有点接近 承认有这个上帝了 但是呢 后来他出的书 又完全推翻了 他这种 这个思维的这种方向 完全推翻了 我觉得呢 他这个人呢 大概也是 就是属于那种推理者 他的思维完全按照这个世界上 这个物质界的思维方式 来进行推理 这个推理 你想要靠推理要想理解 推出来这个上帝存在不存在 那个 首先这就是这个 这个层级都不一样 你根本都 就不可能到那个层级去 他们的推理被称为 灰蛇的毒气 腹蛇的舌头 关于蛇 更多可见下文十四到十五语 全是 古时 信赖感官 过于启示的人 被称为蛇 今日的情况更甚 因为现今有些人 不仅不信他看不见摸不着的一切 甚至以古人所不知的知识 来证明他的观念 结果导致更大的盲目 这个古人的知识 就是这个 对于世界上的认识 那个知识 肯定不如现在的人了 对不对 这个现在的科学啊 发展的技术发展等等 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新的方法 可以被人们来 用来来证明他的 他的谬误 他的观念 可以说 各种东西 即使再荒散的东西 人要想办法去证明 那总能找出来一些东西来 支持他的观念 结果导致更大的盲目 他们以感官 知识 哲学 推导 天国的奥秘 以至一无所见 一无所闻 他们不仅是龙蛇 更是经上常说的 毒性更大的悲蛇 对于他们是如何 障碧自己的 我们不妨以灵魂的存在为例 只相信感官印象的感官主义者 否认灵魂的存在 因为他们看不见灵魂 故说灵魂是虚无的 因为我感觉不到 只有我看得见摸得着的 我才确定它是存在的 我认为一个朋友 他家里 他的父辈也是还有 还有过做务士的 他的舅舅吧 但是他本人不信 绝对不信 他一个最常见的一个 最著名的个人的口号就是 你拿出来谁让我看看 我看得见我就相信 而且还能自己创造一套理论 叫做什么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这是最关键的 这是人生的最有价值的 什么信仰的东西 神他也相信神 但是他不相信我们所说的这个创造主 只相信有一个超级的存在 这种现象 真是很普遍的 尤其是被知识分子 读书越多的人 他越容易 以自己的心性来创造一个神 他根据自己所理解的 所愿意理解的 或者愿意想象的 去确定 或者是去建立一个神的一个模式 这个就是我的神 然后我就一辈子我就跟着他 其实啥都没有 因为你本身就是 自己真真正是虚无的 你糊里糊涂地想一个东西 然后就觉得好像 这就是我的世界观最核心的东西 凭知识下结论的学者则说 灵魂是什么 还不是一股气流和热能之类的 很快就在空中消散了 动物不是也有躯体感官 及一定的理性吗 人们却说动物必要死 人的灵魂则要永存 他们以此否认灵魂的存在 思辨更敏捷的哲世 比他们自己都不理解的术语 谈论灵魂 彼此争论 声称物质结构空间性的词句 不能用来描述灵魂 对确确实是物质结构空间性的词句 是不能用来描述灵魂的 但是他们结论呢 就是把灵魂从观念中抽离 使之消于无形 相对理智的人则称 声称灵魂是思维 但是他们将灵魂与实体脱离 最终得出结论说 当肉体断气时灵魂也将消散 我理解呢 灵魂与实体脱离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仍然是认为灵魂是一个虚无漂白的东西 但是我们 读了瑞公的这个书以后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概念 认为灵魂实体上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实体 是个灵体 根本就不是说和实体脱离的 不是实体 根本不是个虚无漂白的东西 甚至 你从灵的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 如果你对灵界或者对灵有了 有了实实在在的这种认识的话 甚至认为 灵或者灵体 比我们的肉体还实在 那么他们当时认为是灵魂和受体 如果不是实体 不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那就虚无漂白了 那他必须要复着一肉体 肉体一断 你死了 灵魂就完了 没了 就必然就得出这么个结论 所以一切以感官知识哲学做推理的人 都否认灵魂的存在 对一切灵魂之学都不欲采信 心地单纯 心地单纯的人 与之不同 当被问起 他们会说灵魂真实存在 因为主说他们死后将继续存活 所以他们没有灵魂灵 所以他们没有灵灵理性 而是凭主的话将理性集活了 对于属天的上古之人 蛇代表警醒 也代表保持警醒 免得遭受伤害的感官意识 这一象征 从主对门徒的话可知 他说 看啊 我拆你们去 如同羊进入狼群 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 殉良像鸽子 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 类似的也有旷野被举起的铜蛇可知 铜蛇象征主的感官意识 唯有他是属天之人 也唯有他看顾 并供养万有 正因如此 凡仰望铜蛇的都得了拯救 大家都知道这个 在摩西五经里面 这个应该是《生命记》吧 描述的这个 还是描述的就是摩西带着 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 到了旷野 这个实际上从埃及出来 到了迦南地啊 这个直线路程 最远的路程 十一天的路 他们走了四十年 走了四十年 整整的一代人 因为不信上帝 上帝白天用云柱 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 那说实在话 那真真正正的 活生生的看见 看见神在领他们 他们仍然不相信 仍然在抱怨 到了这个旷野 碰到了问题 吃着马呢 天天吃马呢 吃烦了不想吃了 就抱怨摩西说 我们在埃及难道 没有地方去死吗 没有地方 没有坟墓去埋吗 怎么说你把我们领到这儿 让我们死到旷野 就抱怨 这个主当时反正就很 很愤怒吧 就从字面上来说 很愤怒 就拆开那些蛇 进入人群里 把他们咬死了很多 然后这些人呢 有点怕了 就求摩西 求让他代为祷告 向上帝求 能不能设断他们 所以主就告诉摩西说 你去 你去 这个 做一个蛇 做一个铜蛇 摩西做了个铜蛇 挂起来 挂到树上 挂到竿子上 这个 只要仰望这个铜蛇的人 就能得到 得到拯救 本来那些都 被毒咬 蛇咬了以后 这个 这个会 马上就会要 奄奄一息的人 一旺 马上就得到拯救 这个 这个铜蛇呢 曾经也是在人们这个 认识上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有的人们说蛇嘛 不是说这都是好的东西吗 那个蛇不是就是 这个魔鬼吗 什么 魔鬼的话 怎么一旺一旺了蛇 马上就又 又得到拯救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的蛇 代表的是主的感官意识 相争的主 这个铜蛇和 和那个创世记 这个你们讲的那个蛇 那个诱骗下娃去吃那个 吃果子 果树的那个蛇呢 那是绝对是两个概念 创世记 创世记三章二到三节 所以女人对蛇说 圆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圆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圆中树上的果子 圆中树上的果子 上古教会 揭示给他们的良善 与真理 圆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表属乎信的良善与真理 不可吃 表示不可凭自己去了解 这个属天的真理啊 真是 这个深到一定的程度 就像我们今天对于瑞公的这些 这些众多的了解 我们回头看看 好像 忽然我们脑子里想起一句话 那个 那个 郭沫若有首诗 那个诗里面有这么两句话 叫做 登山见觉浮云尽 回首帮之来路为 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啊 这个艰难前行 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磕磕绊绊 等我们走到 接触到瑞公的东西 绝大部分的人到这一步啊 他根本就不看 有的绝大部分人走不到这一步 走到这一步的人呢 信了神了 但是一看到 乌瑞公的东西就觉得他是 一端邪说 有邪灵等等在里面 根本不愿意往前去自己看一下 认真读一下 了解一下 所以呢 所以呢 对于真正的真理 能到我们这一步 能够 有这个心智去深入了解 说实在话 我们应该说是 是很幸运的 应该说我们也是 可以说应该要是 出深深地感及上帝的恩典 然后领我们走到这一步 因为你回头看看 回头看看 绝大部分人站到那儿了 他不往前走了 为啥呢 他被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建立起来的这种 固守的那种观念 把他禁锢着 根本不愿意到这儿来 你到这儿来以后 如果你在往下看那些人的那种心性 他们被 对于神 对于信仰的认识了解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呀 我当年也是这样 但是现在我站到这个高层 看他们的时候 就看得清楚一些 可惜啊 他的木耳来呢 可是你说他 你劝他 根本不听 压根不听 如果你是走了邪路了 你是走到坑里了 但是 我明明看着在山上看他们 是没办 这就是人 这个人类的共同的特点 表示不可凭自己了解 不可摸 表示不可凭自己的感官和知识 思考属乎信的良善与真理 免得你们死 就是说 表示免得凭着感官和思想 思考所得的信仰智慧聪明 都必消失 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表上古教会 皆是给他们的属乎信的良善与真理 亦及信仰认知 因为前面在论述属天之人 以及上古教会时 经上是说圆中的树 而此处 而此处则是说圆中树上的果子 笔处所说的圆中的树 象征对良善与真理的觉知 该良善与真理 在此被称为果子 在圣经中也常以果子为象征 因为它们是觉知的产物 前面创世纪二章九节所说的 在圆子当中的是生命树 此处却说是分别善恶树 这是因为在圆子当中 这代表着核心的地位 核心的地方核心处 属天之人并上古教会的核心是生命树 以及爱与爱所生之信 当前一代可称为属灵属天属灵之人 他们的核心是信 要详述上古之人的特质并不容易 因为今时之人对此一无所知 他们的性情与今日之人的性情大不相同 简单的说他们是本乎良善而认识真理 或者说是本乎爱而明了信 他们就是善古之人 那个淳朴良善 这是他们的人的基本特质 而今时之人呢 各种交诈 各种这个轨迹 你看现在我们国内 现在演的这种功斗戏 原来有个甄嬛传 现在又出了个什么 各种各样的演说 后宫这些这种人性那种 尔虞我诈 相互坑 相互欺骗 相互残杀等等 这样的东西不断的在编出来 在电视上播 就是向人们在教 在劝说人们 在给人们讲 叫人们去学 这个 我都看到这些东西我就想 这个 不断的 当然不论说是政府在鼓励吧 但最起码他对这不加约束 这样的东西 天天在到处在播 人们所看到的 所学到的 无非就是尔虞果诈 无非就是坑蒙拐变 那么良善跑到哪里去了呢 没有了 那一旦过去以后 他们的后裔具有完全不同的特质 不再是本乎良善而认识真理 或者说本乎爱而明了信 而是通过真理来了解良善 或者通过信来了解爱 很多人甚至只是获取了一些知识而已 这个虽然现在大部分教会 并不是非常直白的讲 你信吧信吧 一信就一信就好了 但实际上也是特别强调信 因为因信成义或者唯因信成义 所以把信放到了最最关键的位置 就是这个爱也不是不提 其实在教会里面爱是倒也是经常提的 但是并不了解 或者并不很深入很明白的解释 就是因信和爱的关系 所以把信放到最关键的位置上 爱不爱 虽然也建议爱也推广爱也推崇爱 但是你爱不爱那是你的事 所以呢很多人只是通过信 试图来通过信来了解爱 实际上我们看到 这个有了信并没有爱 或者是爱和信并不在同样的层次上 很多人甚至只是获取了一些知识而已 这是洪水之后所发生的变化 以防止世界走向毁灭 既然洪水前的上古之人的特质 在今日已寻不见 那么要解释本段经文的真意 就不容易了 因为你要是不能完全不知道 那个上古之人的特质的话 要凭想象来理解这段经文 因为这段经文是描述他们的特质 凭想象来理解 这是有点不能切身感受到 然而是在天国是再熟悉不过的 在天堂里面那是很熟悉的 因为它一目了然 因为属天的天使和属灵的天使是灵 属天的天使灵 表示就是预备要成为天使的灵 就是在中间灵界 将来在中间灵界 待一段时间 这个经过培训 或者经过再教育 把那些不正确的观念 取代或者更正以后 他们就会到属天的天国去 这个这样的天使 与洪水前的重生的上古之人 具有相同的特质 属天的天使和属灵的天使灵 则与洪水后 属灵的天使和属灵的天使灵 则与洪水后的重生之人 具有相似的特质 以上两者皆包含无限的多样性 上古之人是属天之人 他们不仅不吃分别善恶的树 也即不通过感官和知识去了解性 甚至不触碰那树 以及不通过感官和知识去思索性 免得从属天的生命 落入属灵的生命 大家知道属天的天使 平常就不讨论信的问题 因为他的智慧到了那一个程度 根本不需要说信什么 我一目了然看到 一看我就知道这是属于神的智慧 是不是属于神的这个真理 而不要先去信再去思索 这个考虑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假 对吧 所以你如果要是 本来你属天的这个天使 你要是要这样去 凭感官和知识去思索性 你必然把自己降格了 你从属天的天使 降到属灵的这个天使 你从三层天就掉到二层天上去了 这就是说 从属天的生命落入属灵的生命 乃至不断坠落 属天的天使即是如此 其中更圣者甚至不提信 如果他人提起信 他们将其领受为爱 当中的区别只有他们自己明了 所以凡有关于信的 他们皆觉知为爱 对信做推理 乃至将信知识化 他们就更加远离了 因为基着爱 他们从主获得对良善与真理的觉知 凭此觉知 他们当下明了是与不是 这就有这样的智慧 一目了然 自己的智慧 马上就能弄得清楚 这是真的是假的 故此当有人提说信 他们的回答就是简单的 是或不是 因为他们从主拥有这份觉知 也就是这种智慧 主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就是出于恶 马上福音五章三十七节 这就是这个意思 不可摸分别善恶术的果子 也正是此意 因为触碰它就落入恶中 结果乃是死 不过蜀天的天使也谈论各样的话题 他们交流的语言是发于爱的蜀天的语言 相比蜀灵的天使 其语言更加妙不可言 属灵的天使会谈论信 甚至以觉性、理性、知识来证实信 属灵的天使 但是他们从不以此为基础来下结论 如果用凭自己的觉性、理性、知识来 来推论或者来证实信 然后从在这个推论的过程中 那下一期结论的话 就会落入恶中 这个道理我还没有太想通 怎么会这样就会落入恶中 这个大家可以帮忙去想一想 把这个思路里通 他们同 他们同样被主赋予对信之真理的觉知 但与蜀天天使的觉知不同 蜀灵天使的觉知是 主所激活的良知 与蜀天的觉知看似相同 实际上并不相同 它只是属灵的觉知而已 好 这个分享到此 把这个记录停下来